张化县长王惠美 关心县级子弟兵 8日下午前往台中成功林营区 泰式陆军地0197T次浴南 共76人 受到营区长官及受训浴南热烈欢迎 我们县政府有几样针对青年朋友的 第一个 你要找工作 我们有劳工处会写出大家 那一年我们大概有六个厂制 厂制是大型的 像这么大比这个还大一点的活动中心 然后现场就有三五十家公司 大概都会上千个职缺 你现场就可以三五十家公司去interview 权力义务怎么样 ok 你就可以去上班了 这是我们每年有六个厂制大型的征财活动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两百多个厂制是中小型的 甚至我们在大卖场也会设 帮人家找工作 因为有时候你要找工作来了 那我们会再跟你做一些工作方面的媒合 这是找工作 那有的人说我想要创业 那县政府这边有一个 你只要在上过我们三十个小时的课程写题案 只要专家学者认为可行 最高补助机会给你三十万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年轻人拿到这条钱 这条钱我们大概也花了快三千万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课程很多 有比如说有电商的课程 那有这个财务啦 因为每个人做生意的东西不一 甚至农业的也有 我们也有个张宏学堂 就是都要上一些农业的 那这些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适合你的 县长妈妈叮嘱一难把握服役期间锻炼身体 立定志向 退役后可利用县府开办的各项补助计划 申请奖励补助圆梦 或是参加大型就业博览会找寻合适的工作 祝福大家快乐当兵 平安退伍 公益频道黄诗亭台中采访报导